新城警分局的远警9号下午2点多 在台9线上查到一部轿车悬挂着注销的车牌 立即鸣笛上前示意停车受检 没想到这辆车没有停下来还加速逃逸 最后是到加勒福前面的失控撞车 又搭上友人轿车逃往华联市区 警方立即请动鹰野小组扩大调阅监市区 最后顺利在7个小时之内 把有毒品前科的36岁彭信男子查气到案 新城警分局执行远警9号下午2点左右 在台9线上查到一部轿车悬挂注销车牌 立即鸣笛上前示意停车受检 没想到这辆车却没有要停下来 反而踩下油门加速逃逸 白色轿车拒绝蓝茶为了逃逸 还一度把车开上人行道 最后是在加勒服前失控撞车 36岁的彭信男子在撞车后就立马下车徒步逃跑 搭上友人的轿车继续往华联市区逃逸 但这一撞也让来到华联游玩的杨姓一家四口 饱受惊吓 除了车辆全毁 11岁的杨小弟弟也受到头部挫伤 松衣治疗 警察型车型系统 开车为疫情检验 招监理机关注销车牌在案 也就是说这个车辆不能在道路行驶 当远警实施蓝茶时 该车车辆拒绝受检并加速逃逸 在逃逸过程中撞击他车 自该车乘客受伤生物医 涉及人不但没有下车处置或报警处理 反而搭乘友人车辆逃逸 一家人开心出游没想到却遇上不法之徒 总共造成两车毁损一人送医 警方也立即启动鹰眼小组 扩大调阅监视器 最后顺利在7小时内 就将有毒品前科的36岁彭信男子查契到案 并依刑法造势逃逸 韩宋华林地检署整办 记者徐丽清新陈箱报导